继续说一说这个汉奸们 汉奸们这个词呢 之前我说过 像我是一个汉族 我不知道你观看这个视频的人 你是什么民族 你是你那个国家有没有民族 这个民族那个民族 汉族啊满族啊藏族啊 这个民族那个民族的 汉奸 每个汉 每个奸细吧 每个奸 每个族 每个民族都有奸细 汉奸呢就是 汉人 汉族里面的奸细 叫汉奸 蒙古族的 蒙古族里面的奸细 叫蒙奸 满族里面的奸细 叫满奸 藏族里面也有奸细 叫藏奸 苗族里面的奸细 叫苗奸 哪个民族里都有奸细 现在呢 统称了 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奸细 不管你是国家的 教育的 各个部门的 哪个里面出现奸细 统称汉奸了 如果你是一个 中国或者是在 曾经生活在中国 汉奸 我理解是这样 汉族 背负了所有 中国 汉族也是比较多 我相信 汉族里面的奸细 也比较多 汉族里面的奸细 确实是不少 我身边 我生活的这么多年吧 接触的少数民族比较多 汉族里面奸细多 汉族里面人也坏 好人也遇到不少 坏人也遇到不少 说说这个 汉奸吧 汉奸就是 其实说实话 是一个双面词 我理解来说 他坏 他为什么坏 他是真坏 他是 老百姓的角度上 看着他坏 还是 一个君王 帝王 一个国家元首 一个党魁 他看这个人坏 还是像新闻里 电视里 都报道 张三杀人了 他是个汉奸 他是个坏人 他出卖了国家 出卖了政府 他背叛了国家 背叛了党 背叛了人民 他是个汉奸 他为什么 为什么他成了汉奸 什么原因走上这条路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接下来就说这个汉奸 人民心中的汉奸 人民心中的坏人 是谁呢 这个 商鞅 他变法 他怎么成了坏人呢 现在来说 现在是 新中国 在秦朝的时候 这个商鞅 他帮着秦王 帮着 嬴政 管理他们的 自己的国家 他 他的自己的祖国 他不是 不是秦国 他是不是是汉奸呢 他肯定是背叛了 自己的祖国 他在自己的祖国 不受 不受待见 他自己的报复 自己的理想 得不到施展 得不到伸展 得不到发挥 他就是一个废人 没有用武之力 那你跟 那你一个读了一辈子书 你自己的老师 你在鬼谷子 你的老师 是孟子 是孔子 学了这些东西 你在大学里 学了这些东西 你得不到施展 只能去别的国家 甚至你在自己的祖国 遭遇一些事 你得不到申冤 得不到申诉 没有人倾听 甚至连给你倾听的 给你倾听的机会 给你反驳的机会 都不给 你只能远渡他乡 去了美国 去了日本 去了鲁国 去了齐国 去了魏国 去了韩国 最后去了秦国 去了秦国 帮助秦王 完善自己国内的这些 法律 规律 规矩 然后呢 再通过一些别的 还有这种类似的这种人吧 不断的加务 不断的加入这个队伍 加入秦国的这个大军 然后攻打自己的祖国 曾经的祖国 曾经的故土 统一了中国 然后呢 现在 商鞅 我不知道商鞅到底 出没这本书吧 叫育民宿 如何 作为一个 君主 如何作为一个 党魁 如何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领导自己的子民 如何让他们服从隐移 网上现在平台上 有很多这种 说这个事 商鞅就成了一个 汉奸 成了一个 中华民族 华夏大地上的一个 汉奸 他帮助国家 帮助 为了实现自己的 远大报复 远大理想 他帮助秦王 壮大自己的土地 壮大自己的 实现自己的报复 完事之后 打自己的祖国 最后呢 他也是死在秦国 秦王 他不傻 国家元首没有傻的 傻到他也当不了元首 发现这个商鞅没有利用价值了 或者是通过一些谣言蜚语流传下来 他需要死 他死 他之前所建立的那个秦国 秦国人必须要有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 如果你留 就是让外人留宿 像今天的宾馆 一个没有身份证的人 去你家住宿了 没有录入系统 被警察的这个 被这个眼线知道了 或者是被群众举报了 你是犯罪的 甚至会杀头 这个商鞅 走入一个老百姓家里 老百姓说 你出事身份证 你可以在我家住 我也可以给你这种帮助 如果你出事不了身份证 我就要举报你 商鞅他怎么说 怎么能说出口 他是曾经的大官呢 没法说 那个人就要举报他 他尊重自己的法律 尊重自己国家的法律 这个没有问题 商鞅也没有办法说 他是一个讨犯 他现在被国家追杀 通缉了 通缉犯 他没有说 没有办法说 最后呢 死的也是比较 自己 死在自己的 自己编织的这个牢笼里吧 自作孽也不可活呀 自作自受嘛 这是 现在看看这种分析 这种事 像党魁 国家元首 利用商鞅的这个东西 在控制人民 控制国家 是吧 中国 怎么样 商鞅 最佳一等 把自己的后代 自己的 整个民族的人 背叛了这些人 还有一个 现在 这是老百姓 当时可能会叫好 或者是怎么着 当时也有很多怨言 他是为了自己呀 为了他是自私呀 再一个说老百姓 拍手较快的一个 大贪官 和珅 和珅贪不贪呢 最近又刷新了我的三官 他是不是个坏人呢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 是个好官 是个好人 跟咱们一样 上学九年 异国教育 加入共产党 加入 为了祖国 报效祖国 帮着老百姓申冤 最后呢 老了 有钱了 身份发展的 一个地位了 他不干这件事 收钱 贤 收贿 最后成了一个贪官 富和敌国的贪官 抄家的时候 老百姓拍手较快 他那些钱 能抵一个国家的 国库里多少 或者是多少年 税收 他是一个贪官 贪官被抄家了 老百姓生活改变了吗 没有 国家的命运改变了吗 没有 他是一个贪官 他被杀了 好 为什么好 他有钱 我没钱 他的钱给谁了呢 还是冲入国库了呀 也没有给老百姓 一份钱 现在来说 贪官被杀了 被插 被 被 被抄家了 被灭门了 被斩首了 在今天是不可能的 也是没收你 所有的 非法所得 然后 如果你是当官的 把你 把你官给你罢免 如果你是一个党员 拨抄你 政治权利终身 开除党籍 变成一个贫民 古代也是 小事 就给你 或者是一些事 把你贬为庶民 现在 老百姓这么多 不缺他一个老百姓 当官的 加入共产党 是有好处的 有事了 给你贬为庶民 给你拨抄你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你的非法所得 你老百姓试试 不抄你家 不灭你们 这是老百姓眼里 但一个君王呢 帝王呢 一个党魁手里呢 他是个汉奸吗 他是爱国的 他是爱国的 怎么爱国的 最近刷新我三观就知 和珅 他没有转移自己的财产呀 他没有把自己的钱 转移到美国 转移到日本 转移到加拿大 转移到哪 转移到哪 那会儿也是 没有转移资产那种可能 没有机会 和珅可能那会儿 都不知道有美国 不知道有别的大洋 那个大陆 他以为世界上都是中共 就是年年进贡 岁岁岁来潮 话说回来 他怎么成了高官 党魁国家元首 眼里的爱国人士呢 他所有的钱 国家 国家如果是 行贿受贵 买官卖官 这不可能吧 不可以的 需要有一个人 替他办这些事 最后呢 把这个人杀 斩 抄家 灭门 老百姓还拍手交款 他的钱呢 纳入国库 甚至这些钱 都是杀人呢 走私越货呀 甚至这个钱的 怎么来的 国家不管你 冲入国库 纳入国库 和珅爱国 谁说他爱国呀 国家 在国家眼里 他是个爱国的人士 他需要死 他必须死 在老百姓信心里呢 他是个 恨奸 是个大贪官 是个卖国贼 什么东西都是有两面的 分 你从谁的角度 看这个事 还有就是 潘金莲 潘金莲 有多坏 无非就是 娶了一个媳妇 娶了 嫁了一个 嫁了一个 武大郎 嫁了一个 没有嫁 这是偷情嘛 偷情 跟新明星 偷情 现在 来说 看看 看看潘金莲 这是 这是 为了真爱呀 是个真洁烈女啊 勇于 追求自己真爱的 这叫 什么女士 这叫 这不是 女权吗 女权 为什么 这不是 现在说实话 如果潘金莲 被 谁谁给卖 给武大郎 换了 换了点钱 潘金莲 不喜欢武大郎 又矮 又愁 又穷 说还没有 喜欢长得帅 人高马大的 欺美庆 怎么样 银娜荡妇 被武松给杀了 老百姓叫快 死得好 死得好 现在来说呢 还有武松吗 武松也杀不过来呀 小三 怎么样 合法了 现在 潘金莲合法了 他到现在 他不用死了 如果武松杀了他 武松就是杀人犯 你杀了一个 女权 可能武松 连死 可能就会被 就被人挖坟 抛木 挖坟 鞭尸 就可能被女权 女权认识 你杀了我们的领袖 现在的女人 结婚 今天开心 跟你过 跟你结婚 明天不开心 不跟你过 跟你离婚 一生 结婚三五次 十四八次 小日刻 法律 尊重婚姻 尊重你 你愿意离 你就离 你愿意结 你就结 再说我来的 现在 哪个女生 比潘金莲 不该杀呀 谁该杀呀 我生活的农村 我是一个老百姓 我是一个农民 一个月工资 三千块点 三千多块钱 为了那几十万的彩礼 准备好了 车 分期买的 房子 交到首付 每个月还贷款 东拼西戒 凑了这几十万彩礼 给了这种 当今的盘金莲 今天给你过 明天给你离 这几十万彩礼 法律规定 可以退 人家不退 怎么着 你可以起诉 他可以打官 他告诉人家 可笑啊 该不该杀 这种女人 都该杀了 现在 叫我来说 没有武松 武松要生活的 现在 武松真忙不来 天天杀人 都得 这上梁山 这就是梁山好汉 替天行道 潘金莲呢 如果是跟 西门庆 找到了真爱 潘金莲 我故意现在 生活的现在 都有人给他 立真劫牌放 谁是坏人 谁是好人呢 两面看 你站在一个旁观者 站在一个君主 一个党魁 一个国家元首 老百姓 谁也看不明白 先人不自由 言论不自由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感谢观看这个视频 感谢观看 这个音频 正确来说是一个音频 言论不自由 没有办法出镜 感谢观看 这首背景音乐呢 是台湾歌手 台湾歌手 这个叫翁立 翁立友的 翁立友演唱的 我问天 如果喜欢听这首歌的话 可以去听一听 翁立友 我问天 再说回来 说一首歌吧 其实我最近也挺喜欢 听这个闽南语的 不是最近 一直都喜欢听 虽然听不懂 就是真是 听不懂的 就是百姓不厌的 但是歌词写的 确实好 说到这个台湾歌手 挺多的闽南语 他们可能 你台湾叫台语 大陆叫闽南语 就是台湾 一说是台湾是中国的 台湾省 台湾呢 人就说台湾是 中国是台湾的 不是 大陆都是人家 整个大陆都是国民党的 都是台湾的领土 现在国内也是 很多人唱歌呀 他那个洗脑作品啊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是谁的呀 中国是台湾 是蒋介石的 还是毛主席的 还是毛泽东的 还是国民党的 还是共产党的 还是民进党的 如果中国现在是台湾跟大陆 合并在一起 我看了看这个YouTube上这些视频 应该如果是真正的民主的情况下 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 最有可能 应该大家会都会选民进党 国民党跟共产党 在国内是没有 没有竞争的 如果是三个党派 一起执政的话 中国 新中国现在是三个党派 如果是统一的情况下 民进党 国民党 共产党 如果执政的话 我也选择民进党 再说回来 中国说是台湾省是中国的 宝岛台湾 很多人发这种爱国视频 给人们洗脑 有几个这种主播 登上过宝岛台湾 有没有港澳同行证 有没有这种护照 有没有去过台湾 没有吧 台湾省 中国的 有多少人 去过台湾 你怎么去 中国省 现在跟台湾相近呢 我觉得就有点像 那个海南省 中央有水 有码头 像香港 中国有大陆 跟水隔着那块 你可以需要坐船 坐飞机过去 你去海南 可以随时去 你去台湾 可以随时去吗 你那个身份证 不好使啊 你人民币到那块 能用吗 微信支付宝 付款能用吗 说这句话 又引起了很多的 这个爱国党 粉红的这个 可能会 忍受我 去吧 干吧 可能有很多的粉红啊 爱国党的方式 去过台湾 我不知道你们是 偷游过去的 还是直接游泳过去的 还是坐飞机 还是护照 还是赶快派通行证 或者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去过台湾 我也想有时间 哪天 可以去台湾转 台湾目前来说 不属于共产党 它属于中国 大陆呢 大陆也属于中国 也不属于国民党 也不属于民意党 中国就是中国 华夏大地 属于华夏民族的 属于56个民族的 台湾还有很多民族 属于全人类的 再说一遍这首歌吧 这首歌背景音乐 我放的是 台语 闽南语歌手 翁立友演唱的 我问天 接下来把这首歌放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